那別再暈 嘿嘿 來繼續啊 我們看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二頭肌喔 先拉一個 Sphere 那這Sphere 呢 先把它拉成這樣子 ok 然後再rotate 再去調一下參數 就是ok 取名為Bicep Influence Caps Lock 關掉好了 Bicep Influence influence ok Bicep Influence 然後這個Bicep Influence 在前示圖裡面呢 先拉不去 ok scale一下 好 上示圖 現在要做二頭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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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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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行比較好 這邊先scale一下 目前有沒有問題應該沒有 先freeze transformation 然後再把history刪掉 edit delete by type history 我剛剛按到什麼 make identity 糟糕我按到這是什麼東西 ctrl z freeze transformation 反正就是按錯了 undo 一下好了 再 delete by type history ok 好 這裡其實有一個 delete non-deformer history 這就是說你在 bind skin 以後 你的模型如果說你還想要刪 history 的話 可以用這個 可是我覺得你還是存檔在做比較好 因為它是刪除就是 它刪除的這個 history 不會影響到你做模型的 就是你rigging的結果 但是你知道這種都是廠商說 那 做完以後如果失敗的 它是不會來管你的 所以你最好還是先存檔 然後再試試看用這個功能 嗯 好那我們現在呢 再做這個 bicep influence 首先呢先選取這個 left arm geometry 就是這個做手臂的這個模型 選取以後呢再選取 呃 你看這有點難選 所以ctl h吧 印藏好了 ctl h 印藏 ctl 加 shift 加 h 是 還原嘛 對 好那先選這個手臂的模型 旋盤怎麼放在選 這個bicep influence的模型 先手臂再肌肉 好 好然後 我們去找 skin ad this smooth skin 這邊呢有一個 add influence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就add influence ok 那 在add之前呢先reset它的設定 所以reset setting 先reset 重置 重置 重置以後呢再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以後呢跟剛剛一樣 就是bicep influence 他還有這個bicep的這個 influence influence base 他都必須要跟shoulder joint做 parent 那我先選取這個bicep influence shift按著不放再選取這根關節 就是shoulder joint 先選這個再選這個對不對 然後再按快速鍵p做parent parent parent完以後呢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會聯動 好 放度回去 好再來是我們的這個bicep influence 我們這邊先存檔好了 signus 先存檔 然後第二件事情我想要先看一下到底錄了多久 ok 好 那現在去outliner裡面去找那個bicep influence base 就這個嘛對不對 續翻著不放再選 shoulder joint 然後再關速鍵p 或者是edit裡面的parent 把parent起來 好 parent起來以後呢其實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並沒有這個所謂的二頭肌的一個效果 所以二頭肌的效果呢它必須要用driven key來控制 所以你現在呢 先把這個關掉 好 好現在呢第一件事情呢是先選取這個influence object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裡按F8 F8的時候呢是不是可以把component mode打開來就是這種電線面的模式可以交出來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呢啟動選取工具把所有的vertices就是所有的點全部選起來 好全部選起來以後呢我們看一下呃在這個bice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是cv啊 好然後再來是bicep influence shape OK 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什麼我沒有看到 等一下到object mode再選一次 bicep influence OK 這裡啊 這裡有個叫skin cluster 這裡有個use components 它現在是off的狀態 這個非常重要喔 這裡寫起來 就是呢你的bicep influence 二頭肌的這個影響物件裡面呢 它會有bipose 它有skin cluster 這邊很重要的就是use component 它本來是off的狀態 現在呢你必須要把它設為on 然後它就飛出去了 為什麼 太好了 等一下 飛出去是需要的嗎 飛出去當然不是需要的吧 對 嚇死人了 對 嚇死人了 我等一下我先選一下 vertex skin cluster 糟糕我又選到另外一個 vertex 這邊一定會選到兩個 這邊一定會選到兩個 show joint 這樣skin cluster根本選不到 可是如果說我skin cluster 現在use component 是on 它就會飛出去對不對 對 對好還蠻有動感的 對 沒錯 糟糕 好所以我現在呢 呃 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這個權重 是不是有一個權重的問題 我看一下 Hands skin weight Hands skin weight OK Elbow influence Wicep influence OK 所以這個是沒有錯的 所以它現在有兩組 好等我一下好了 我想你們先坐到這裡 我先看一下我應該要怎麼樣 才不會讓它爆開 Stop